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新闻简单节目非常幽默 你也可以叫我们小莫莫 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动你笑 我是宜燕 科幻题材的电影一直备受观众的青睐 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马特达蒙主演的电影《火星救援》 试想一下 人类在浩瀚的宇宙中不断探索 终于我们来到了火星 并且加根居住 这个时候 什么产品在火星最为畅销呢 以后有机会上火星了 一定要记得这条发财的路子 火星上 最畅销的 当然就是凉茶啦 因为我们在火星容易上火 怎么样 小朋友们 要不要推荐你爸爸去火星上卖凉茶呢 发家致敷哦 老爸 要加油啊 你是我的榜样 喂 你干嘛 有什么想不开的要跳楼啊 危险啊 完了 完了 太危险了 想健身家里没有哑铃怎么办 科技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吧 只是这画风实在是拉眼睛啊 主人 游戏这么好玩吗 主人 游戏这么好玩吗 我也试试 好像输了 我让你捣乱 我让你捣乱 你说这个球是谁弄坏的 是你习惯吗 是不是你习惯啊 难道是黄小五啊 是不是黄小五干的 是不是啊 是啊 行 我一会儿把它炖稳啊 我们晚上吃肉吧啊 哇 一面走来的小姐姐好美 这飘逸的躺发 精致的脸庞 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人啊 这也没人往洋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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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